好,現在要開始,我們現在開的檔案呢,我們先講Turntable animation Turntable呢,這為什麼是長這樣? 這好可怕,這什麼? 好,不管 把它繞到這裡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就是,它本來是不會動的嗎? 會動 OK,我們就是要做這種轉移圈的 先講一下轉移圈的 什麼時候會用到這種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 在網路上面呢,我們去找Modeling Show Reel Model Show Reel 蛤? 哦,怎麼變成SJ啊? Model Show Reel 對 哎呀,這個應該是3D Model,對不對? 3D Model 就是你如果做一個模型的作品集,通常就是要這樣轉移圈嘛,對不對? 我可以給你看一個最屌的,最屌的大概是那個VFS的 啊 呃,Vancour Film School裡面呢,我看一下它的學生作品是在... Program,這邊有一個3D Animation的Visual Effects喔 學生作品在哪裡啊? 好,在這邊 好,在這邊 欸,這不能按下一個喔 欸,怎麼限制這麼多啊 限制太多了吧 欸,你可以自己過來看喔 你可以寄Vancour Film School 看你要不要記得啊 如果不記得的話,我們現在就是看 我剛剛找的那個東西在哪裡啊 就VFS啊 VFS 因為這裡以前我看到好多很酷的學生作品 VFS Modeling Show Reel 奇怪,應該還有更多才對啊 沒關係 欸,這模型不會轉圈圈喔 喔,會轉會轉 可是這樣就以前了,你看2007年 對啊 對啊,來 今天跟你講怎麼做喔 嗯 欸,我怎麼還在看網頁呢 這邊 你看喔 我先開 Turntable的 不要開Final喔 你要開Turntable那個檔案 有沒有開始的 有沒有看到 OK 然後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呢 這邊播放看看會不會動 不會動嘛對不對 先決定你的視角 你的視角可能比如說你喜歡這樣子還是這樣子 自己先決定 然後呢 先做一件事情喔 先 呃 調一下這個攝影機的可視角 應該說對 可視角 Select Camera 這邊不是有個Focal length嗎 學過嗎 記得這是幹嘛齁 對對對 越廣角越形變越多嘛 越望遠越沒有形變嘛 所以你就自己決定要不要有形變 比如說我現在弄個24的的焦段好了 這樣是不是形變就很大 有沒有 就看你要怎麼樣的感覺啦 OK嗎 可以齁 然後再來呢 create camera from view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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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這裡是不是產生了一個新的攝影機 Perspective 5 有沒有看到 可以齁 那再來呢我去看一下齁 呃 這邊有個Outliner 這是整台車子嗎 有沒有看到 選到你要繞什麼東西旋轉 選到你要繞什麼東西旋轉 然後呃 點選它以後呢 執行 Turntable 那個Turntable在哪裡呢 因為每一版都不太一樣齁 所以我現在 我來猜猜看齁 我現在都很難猜對 因為我用太多版本了 我看齁 我知道 這邊用Find Manual好了 Turntable 所以Turntable還要連在一起喔 可惡 OK Animation Visualize Create Turntable 所以Animation Visualize Create Turntable OK嗎 然後再來下一步呢 是 你這個旋轉的動畫 要有幾秒 你要先想一下 比如說我給它10秒好了 還是5秒 6秒 你自己想 那我現在可能給它6秒了 6秒的話 我們現在動畫設定是在這邊可以看 動畫的設定 這邊是不是會有個Setting 每秒24格對不對 所以你要總共 如果是要6秒的話 你要你要有幾格 6秒是幾格 144吧對不對 144 所以這個Number of Frame要設144 然後再來攝影機要繞著這個車子轉是順時針還逆時針 Clockwise Counterclockwise OK嗎 就是順時針跟逆時針 所以這邊全部都設定完以後 檢查一下你有沒有選到你要繞什麼東西轉 有沒有看到 要設好 設完以後 Turntable按下去 它這邊產生一個 它到底有沒有產生啊 應該有吧 撥撥看好了 沒有耶 為什麼 我剛剛有按嗎 奇怪了 等一下 再按一次看看 Visualize Create Turntable 它寫什麼 還要3D Viewport 還要3D Viewport 怎麼那麼囉嗦啊 我看一下 再按一次看看喔 可以了耶 所以我剛剛不能先做攝影機耶 對不起 我還不能先做攝影機 對 好那這樣子好了 我剛剛的步驟呢 就是你要跳過什麼 這個跳跳就可以了 OK嗎 這個標座 其實以前的做法 是用這個方法 先產生一個新的攝影機 然後把攝影機的中心點 設在車子的中間 然後再把那個攝影機 設一個轉移圈的動畫 就是得到這個結果 OK嗎 所以現在就是 跳跳掉這個創造新攝影機的這個選項 選你要要什麼東西轉 然後按那個指定 可是有個問題就是 你那個攝影機 還是自己要再改一下啦 比如說什麼交場啊什麼的 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 它這裡有一個Select Camera 對不對 它這邊都給你鎖死了 有沒有 你如果事後要再調的話 這個要按右鍵 Unlock OK嗎 Unlock自己在調 另外呢 就是那個交場啊 交場自己也是要注意一下 OK嗎 你如果事後調的話 你可能攝影機要前後動嘛 對不對 動完了以後 交場可能還是要再改一下 什麼之類的 OK喔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按下去之後 它會設一個新的攝影機 對對對 它這邊就多了一個新的Turntable 你看 你看 哇 東西也太多了吧 算了我直接打好了 TU 加一個新號吧 它躲在裡面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打個T 你有時候要找東西 要 就是用這種方法找比較快 Turntable Camera嘛 對不對 所以TU後面加個新號 就是TU開頭 然後後面是 任何的可能 就全部都找到 OK嗎 OK齁 好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這個應該很簡單 自己試一下